大家好,我是彩虹 首先祝大家圆宵节快乐 今天少不了要吃汤圆 没买的也别急 简单几步就让你吃上热乎乎的汤圆 这些材料一般家里都会有 70克黑芝麻 35克花生仁 65克糖 一起倒入到搅热机里打成粉 黑芝麻和花生仁倒要用熟的 打好的粉倒入碗中 加入65克猪油 40克水 搅拌成为糊状 如果家里有合适的模具 就像我这样 将馅料挤到模具里 每个12克左右 小尖角按平后 送到冰箱里冷冻至边硬 没有模具的可以冷冻完 切小块 等馅料冻硬之后再来和面 放百克水模糯米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220克开水 将粉烫匀 搅拌成散絮状 冷却至不烫熟了 再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 继续揉3-5分钟左右 揉至面团可以拉长 具有延展性 这样是最佳状态 分成两份来操作 一份搓成长条 另一份要盖好防止风干 切分成大小均等的圆柱形 我这个汤圆盒的模具还是不错的 馅料很容易就能脱离出来 取一个面剂 数着按下去 捏成小板状 放入馅料 虎口收拢法包好 再滚圆 这样一个汤圆生坯就做好了 包好了先煮几个尝尝 一个个洁白的汤圆 在水中飘动 不破不裂 煮至浮起就可以捞出来了 最后再来上两勺桂花蜜 流心黑芝麻汤圆就做好了 馅盖皮薄还流心 吃上一口满嘴香 自己做的无任何添加 一点都不必买的差 剩下的全部都包完 表面裹一层干的糯米粉 这样可以防粘 再放到装馅的汤圆盒里 冷冻保存 随吃随取 也能实现汤圆自由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